來到星期六的賽事 跟大家介紹一條都是三穿一 跟昨天一樣 頭關第十二場要過英超 因為今天有英超的賽事 法國龍最喜歡英超的賽事 好看又好賭 熱刺對狼隊 不好意思我還是要熱刺對家 我知道我要了很多次熱刺對家 都沒有什麼佔到甜頭 但是因為聖誕快車都踢了一輪 去到這些位置其實無謂選強隊 其實在聖誕快車期間有一個統計的 非正式統計 我們都沒有數據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去找一些網上的非正式統計 其實聖誕快車期間 這些強隊是很容易死火的 因為強隊踢的賽程一脈自然會跌 強隊之所以為強隊就是正選了十一個人很厲害 所以可以保持到一些好的成績 像萬成那些沒有辦法 他有二十多個正選的可以 那些全部都是一線球員來的 但是弱女其實沒有那麼多戰線需要應付 其實草草埋賣 即是打一場信心球 對著你強隊 真的對你一惡 其實你也不太容易應付 你一天幾天踢一場球 那些強隊來說 看看上場車仔對屈福特那場 車仔被屈福特按到 即是黏了線 那樣緊贏一球 車仔把握力比較好 那你說一旦把握得不夠好 上場其實就失分了 那好像萬成那樣又輸了給你 那上次 那些強隊其實也開始有些信不過了 那無謂選強隊 因為賠儡也不好分 那穩陣的東西 其實1.0多已經很好分了 但是一些不穩陣的東西 你無謂選擇 尤其只有1.2、1.3的那些 萬成那些就無謂再選擇 因為近期他都會失敗了 那今天和星期日 我都想選一隊強隊的對價 那今天其實只有熱刺一隊強隊 那我不是故意選擇的 那大家都知道 有聽開都知道 我真的覺得熱刺 那戰情太密了 雖然他的球員好像吃了藥 近期真的越人越有 但是狼隊也不是十分易應付的 那我們一起看看這場賽事 熱刺對狼隊 狼隊其實不是雙中那麼差 星巴馬來說他算是看得很好 在中游的位置 那近期只是輸了給利忌而已 利忌是榜首 那麼 酷咸 作克酷咸和球 其實之前連贏了三場的 對車仔 紐卡蘇和班尼茅夫 分別都有兩球的進帳 其實你看回他的入球 他只是對利忌進不了球而已 利忌失球的數字其實真的很少 所以利忌今年的防守打得好 亦都是他在排第一的主要原因 對利忌進不了球 我們抹了他 我不是要他贏這球 這場受讓一球球半 師兄 我不是要他贏球 我要他不輸球 或者輸一球 我都已經贏了 對阿仙奴也是磨和了 近八場其實只有兩場進不了球而已 其餘不是進一球就進兩球了 狼隊相當不錯 我覺得 二次又怎樣呢 二次是厲害 但是是否完全沒有脫漏呢 其實有些水分 班尼茅夫愛華隊 什麼球隊呢 什麼球隊呢 那跟狼隊差不多 你說 一樣贏得到 但是你看看賽程 五天有一場 四天有一場 兩天有一場 二十四天有踢完 二十六天有踢 然後二十九天有踢 那怎樣頂得順呢 其實我講了很久 講了一整個月 但是你看看 十二月的賽程 頭八場 最近八場 都在這大半個月 都踢完 一定會累 其實一定會累 不過他剛好 就有些運氣 這個運氣 然後到另外一個 然後孫興文 又不知道為什麼 回春了 好像吃了藥 那我們就不管了 那這場 其實 直播率來說 藥一球球半我覺得太深了 贏一球 不難的 但是 贏到兩球 我覺得對狼隊不容易 那要回下半 受藥一球球半的狼隊 1.97倍 成為我第一場 頭關的選擇